如果你們有一些擴建的一些過程中 其實我們很樂意來協助做一部分 你們確定有一些擴充 擴充過程如果你們的產能 因此有些中斷或者是停滯或者是暫停 看看有沒有什麼說服大家可以來互相來協助 表達一點善意表達一點支持 金智和是多家在地廠商座談 市長謝國良上任後 首次舉辦雙向交流 聽取兩大工業區廠商建議 六土工業區以後可以像大五能這樣 像南京科技這樣 稍微能夠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更多的容積更多的空間的使用 我相信對在座的企業主們 如果你們是地主的話 那當然對你們的效益也可以提升 對我來說是我就就業就可以提升 所以我們現在很看重六土 很看重六土 七土我也有我的策略 我們預計在七土這個陽明海運的兩旁 我們都會整理出足夠的一些空間出來 陽明海有豪收宅 一邊是火車 火車站就在隔壁 一方面捷運站 所以它其實是坐落在火車跟捷運站的中間 去年只賺了1806億 那這個是我們剛好航運三雄現在在基隆 所以未來我在七土會打造 以陽明海運這一類企業為核心的航運貨運 供應鏈物流倉儲等等企業的一些總部 那所以五土 六土 六土 七土 其實我們的定位都蠻明確的 那六土我就是希望能夠把工業區能夠 把廠辦化 立體化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我想就跟大家先報告一下我們 我們就是用最務實的方式 政策也沒關係 區域發展也沒關係 個案也沒關係 你就跟我們講 那我們就來想辦法來協助 我們這個會員廠商們 一致在提出我們六土科技園區 就是六土工業區的電力非常不穩定 有幾次的跳電現象 所以我在兩三年前開會的時候 那因為我本身在國營事業擔任董事 那電力公司也是國營事業 所以我就找這個台電的高層 跟我們基隆的這個處長 來協調 該怎麼來改善 那得到很好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陳處長 就是我們台電基隆處的處長 那已經做完完整的規劃 他上個月來打電話給我報告 他有到我公司親自報告這個做法 那預計就是在我們六土工業區 要全部電線要地下化 地下化就一次把它解決 也把它整個的這個電力系統 做完整的規劃 那預計在114年完成 那現在規劃已經設計規劃都完成了 那再做一些預算的調整 這個工程的安排 為了擴充產能及改善生產環境 由業者規劃將希望的廠房進行改建 卻在都省及建造面臨卡關 市長謝國良當場指示都發處等師府單位 用單一窗口協助解決 民國六十一年就已經廢棄的水利地 民國六十一年就已經廢棄不用的水利地 然後一直搞到現在還在那裡糾結 規劃是人物我覺得這是可以改變的 然後這個殯葬用地三十坪 我為了要避它 我就變成我要縮到一千多百 我認為這不符合經濟效益 你們現在大五人跟六主都不夠用嘛 不是要開始要解除限界 要往高速發展嘛 那麼我這裡為什麼 我要必須把一個完整的土地 要去切割它呢 我們現在就是跟那個方廷安秘書長 跟謝孝坤處長 我們現在討論出來 我們就單一窗口 你做一個這麼大的問題 好 什麼都有 沒有什麼 你有 幾個有在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單一窗口 就是說你們就 以後就找獨八處 那我看那個漢子 如果能夠協助跟他打那個漢子 那我們要專注在 打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除了打造更多的空間以外 也希望讓企業認識基隆 跟在基隆設廠或設辦公室 可以有的一些競爭優勢 那基隆地理位置的確是 比雙北稍遠一點點 但是我們有成本上的優勢 跟有其他工作員額充足 而且我們的勞工狀態穩定 這樣子的一個優勢 所以也要讓外界瞭解 在基隆設廠或設作業中心 對業者人員也是很有幫助 而我們的招商 就是要來積極完成這個任務 透過這場桌談會 業者提出建言 相關議題 市府將記錄下來 擇日辦理會刊 希望提供優質的設廠環境 讓業者有信心 來到基隆投資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 因為你們要做的 我外面的外管需要加大